摩羯台风过境 吹得铁卷门不断摆动 发出刺耳声响 这家商店的老板员工一涌而上 想抵挡风势 结果下一秒 铁卷门瞬间被强风吹跑 店内商品全泡汤 换个场景 这间医院 除了医护得出马 挡窗挡门 连家属都加入抗台行列 但强台来袭时 别以为室内就安全 这名电脑玩家 台风天忙着打线上游戏 结果一个响雷劈来 画面全黑 幸好人命大 逃过一劫 6号下午4点多 摩羯台风正式登陆海南文昌 海边的风力发电机 也在暴风圈内 结果没过多久 多台风电机组 竟被硬生生折断 以一台机组 造价1000万人民币计算 电力公司至少损失 2亿新台币 大陆跳水明星全红蝉 老家广东湛江 同样是台风肆虐重灾区 全红蝉的爸爸拍下自家果园 满目疮痍的惨况 全红蝉的妈妈则以背影入境 无语问苍天 我家的阳台全部掀掉了 这次海南许多社区的窗户阳台 都被狂风掀翻 难道高楼层装落地窗会特别危险吗 大陆专家表示 不少受损的窗户 窗框和建筑结构都没有紧密结合 如果安装不到位或偷工减料 就会出现 类似以外 树木几乎全倒 用路人寸步难行 摩羯台风终于远离 面目全非的家园 得加紧重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